大家晚上好,我是国外修缠,盛天班子 那么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后事 一个对于上证指数来讲,一个对于稀图板块指数 那么咱们先把核心的观点放在前面 对于上证指数而言 个人认为当下依然保持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比较高 那么震荡走完之后 然后再一次看一下低点 就说呢,它完成的是一个30分钟的盘整下 那么这个30分钟的盘整下 它的一个组件方式 其实呢,是和前面从2646.80以来 作为一个日线的进入段 这个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大的中速平台 当这样的一个结构走完过之后呢 可以期待有更好的一个相上的预期 也就是呢,日线级别的相上离开段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那么我们再,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30分钟 那么从30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 那么当前它的一个组件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从2020年的7月份 那么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残论式要下的一个推延 列出呢,这是一个30分钟线段下 线段上,线段下,线段上,线段下 那么呢,结合 处理 那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 这样的一个变异的盘整下来看待 它组件的是一个视线的回撤 那么紧接着的话 对应的,它又构建的是一个30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上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30分钟这样的一个盘整上走完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给出了一个30分钟级别三买 再往上走 那么呢,这又构建的是一个30分钟 盘整上组件的 向上的日线级别的走速图形 就是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下上 当前呢 大概率构建的是一个新的30分钟盘整下的一个走法 因为呢 从3731.69以来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5分钟的盘整下 中间呢 这是一个5分钟的中枢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构建的是一个 可以从3731.69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的组件当中 那么当这样的一个组件完成过之后呢 咱们用换一个颜色来进行看待 它对应的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组件 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在日线级别中枢形成过之后 完成过之后呢 可以期待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离开段的一个预期 好 那么当下处在什么阶段呢 当下处在的是 从3731.69以来组件的盘整下的这样的一个30分钟中枢组件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呢 结合日开和我们的30分钟来讲 那么当下以这种震荡的方式来进行 来进行实现 概率会更高一些 好 这是从30分钟为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分钟 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为什么是划断到3328.31 原因很简单 从3731.69这个位置呢 它对应的 这是一个 有一分钟升级而形成了五分钟中枢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那么呢 它已经组件了一次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下 那么这个盘整下的话呢 当前它是以小转大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向上的五分钟的盘整上的一个走法 那么向上的走法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考察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持续往下 持续往下呢 哪怕它破了前面的3328.31 可以呢 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推延伸 而后呢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 从3731.69以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五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下跌之后呢 因为这个位置 它调整是非常急的 几乎是一根直线下来 那么接下来呢 即便往下 那么大概率和它会发生背驰 它也会出现相差反弹的一个需要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反弹 也不用有太高的期待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23底 它只是组建过程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推演 好 这是一种延化可能 那么再者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下周的时间持续往上 持续往上的话呢 那么组建的过程当中 依然是属于从3328.31 五分钟中枢延伸之后 向上再走离开段 组建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的走法 那么盘整上走完 那么有五分钟组成 组建的 那么还是存在可能性 回次增浪 再进行回次来 逐建一次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 那么呢 有五分钟的次级别 五分钟的走势结构 逐建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它可以升级为30分钟级别的中枢 好 这是从五分钟的一个维度 那么我们再看一分钟 在一分钟图形上面呢 其实从我们3478点以来 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呢 也是非常吻合一点 就是为什么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秒级别的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接近于一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 那么调整下来过之后 那么接下来 对应的 依然是考验前低的一个位置 因为呢 如果说前低只要说不破 那么呢 它的一个推演的关系 依然呢 可以把它用中枢延伸来进行处理 那么只不过呢 如果说向上反弹 向上反弹的话呢 如果说给新高 对应的是 一旦是从3328.3以来的 五分钟的盘整上的 这样的一个走法 如果不给新高 回落 好 反再进行回反弹之后 再进行回落 那么又组件的新的 由一分钟走势类型 组件的新的五分钟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那么盘整下跌的话呢 它这个位置呢 一个上下 后面呢 还会对应一个盘整上 来组件的更高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这是商政指数 那么我们再结合 日开线的一个图形 日开线图形的话呢 那么在周五的时间 它对应的是一个 方量 方量的话呢 它是有带有上阴线和下阴线的 这样的一个开线 那么用周开线来讲的话呢 商政指数已经经历了五连音 那么周开的五连音 再结合呢 日开 周五的时间 是属于放量的 带有上阴和下阴线的一个开线 那么个人认为呢 在下轴的时间 盘中会存在一定的上攻的可能性 要么是低开高走 要么是盘中 有冲高 就是它整体来讲的话呢 当下更多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保持一个震荡的走法 震荡完之后的话呢 最终再探一次低点 那么呢 它才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二次探底 好 这是商政指数 那么呢 我们总结一下 就属于呢 当前对于指数来讲 不用有太好的期待 但是呢 也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 其实呢 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所组建的一个方式 也不过是呢 在组建四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个中枢过程当中呢 它不是说一口气挤低下来 而是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需要有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好 来这样去完成 完成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期待有更好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说呢 当前这样的一个震荡的 第一个大的环境上的来讲 依然就是从指数的维度来讲 那么接下来两周 甚至三周的时间 就是从单纯看指数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都会比较折磨人 不会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 但是呢 也不至于说 从这个位置开始 框框框的这样的一个 挤低下来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消息面上面来讲 周末的时间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值得大家推敲 第一个的话呢 是市场对于外围货币宽松 后迎来拐点 会不会收紧 第二个的话呢 是国内 因为在疫情期间 国内对于货币政策来讲的话呢 它是比较克制的 比较克制的话呢 因为国内对于国内来讲 货币的这种拐点的影响是相对 是中性的 只不过呢 属于像外围的话呢 更多的是情绪和短暂的这样的影响 最终还是需要走国内内部的这样的节奏 所以说呢 对应的一个观点 当下是震荡 震荡走完过之后呢 后面不排除 始终不排除 再一次往下探低点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眼下的话呢 震荡的一个节点当中 第一 仓位控制好 不要中仓 不要满仓 好 这是对于商中指数 大级别呢 构建日线级别的中枢 然后呢 期待向上离开段 小级别的话呢 当前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论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西图板块 那么对于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一个走法 首先呢 我们来用量价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观察 那么从418.33点位以来 其实呢 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趋势线 到当前为止 依然没有破位 但是呢 从759.65以来 它对应的走法的话呢 是持续缩量 持续缩量呢 代表的是人气消散 有所转弱 但是 我们重点考察的一个基点是呢 是拐点 例如说 从这个位置回测下来 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量能 好 缩减 但是呢 在缩减的这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改变 持续的方量 那么呢 新的行情的节点开启 好 再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持续缩量 那么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转折点 它是新的行情的一个拐点 好 这个位置呢 也是同样的如此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用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推照当下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首先从日开的角度来讲 周五的时间出现的是一根倒 倒垂直行 就是 倒垂直行 就是呢 如果说开线是这样的 诶 实体的部分比较窄 但有明显的下影线 可以把它称之为垂直开线 就是 那么呢 像这种走法呢 是倒垂直开线 好 那么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 如果说经过连续的上涨出现这一类开线呢 它往往代表的是资金的分歧 以及那抛压 那么连续的下跌之后 出现这样的开线呢 往往代表的是资金的试盘 再加上周五的时间伴随的是一个方面 所以说呢 在我看来 对于稀图泳池这个板块指数呢 它的推演方式无外乎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从759.65这个位置下跌 反收回次 那么考验前低这个位置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试盘的迹象 完全有机会呢 再进行冲高 如果冲高 量能连前面这个位置的量能都不能突破 那么呢 依然有机会呢 再一次往下 往下呢 考验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位置 如果说趋势线的位置始终能够支撑住 那么呢 它不排除 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鞋箱上的通道 继续完成它的一个行情的推演 好 这是一种 那么比较弱的或者比较糟糕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持续往下 考验下方的这样的趋势支撑线 那么考验下方的趋势支撑线之后呢 量能进一步的缩减 那么呢 等待下一个拐点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考验趋势线不破 再一次相反反弹 量能率先有明显的增长 那么呢 会形成新的拐点 那么这两种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呢 倾向于第一种 就是说呢 当前来看 周五的时间 出现这样的一个 带有明显上引线的一个小开线 那么呢 量能方大 量能方大的同时呢 再结合港股当中的中国稀土 我们来看 像港股当中中国稀土的话呢 其实表达的还算是比较稳 上周五的时间呢 它是收红3.74% 而且呢 从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呢 它还能够往上拉了一点点 而且从趋势线的一个视角呢 像中国稀土 它对应的一个走法 依然是属于 在哪个在趋势线的范围之内 那么在趋势线的范围之内 一根长阳之后回刺下来 一根长阳之后呢 回刺下来 当前呢 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拐点的附近 如果说像港股当中的中国稀土 能够一根阳线拔跌而起 那么它又转变了 对市场对于稀土方向的一个认知 或者呢 一个增加 它的一个人气和期待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回刺 其实呢 对于中国稀土这一支个股来讲 那么它当前呢 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单阳琥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考验下方的那种的趋势支撑线 好 那么 总结一下 像稀土泳池 我们要承认一点 因为当前短期短线的热切 主要集中在探中和方向 那么像稀土也好 有色也好 近期 它的人气 是有所削减的 有色里面的话呢 可能主要集中在铝方向 其他的话呢 表现就比较弱势 稀土方向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给他讲到过的是 哎 调整下来 考验30分钟中速上延不破 那么反弹反弹的话呢 量能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那么也没有突破前面的高 就是开线也没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一个简的策略 那么回落下来 那么当前呢 用残论的一个视角来进行分钟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好 从759.65以来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的这样的一个推演 就说呢 即便是走盘整下 那么它也会存在 构建五分钟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接下来如果说下周给反弹了 但是反弹的时候量能不是特别强 开线表达呢 也不是特别强劲 逢反弹 减即可 那么当它调整下来过之后 如果说这一段和这一段发生被迟 同时呢 下方的趋势直升线 附近明显有直升 量能一旦有移动 那么呢 又会迎来新的机会 所以说对于稀土这个方向呢 中长期角度来讲 我认为依然有反复的行情的可能 但是短期 它趋劝实实 走的比较弱是不够强 好 那么我们再聚焦一下具体的个股 个股里面呢 它向北方五胖呢 走势非常相近 那么对于北方系统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到的一个视角 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位置给它讲到的话呢 它是属于破位的13天均线 但是呢 上有一线升级 这个一线升级呢 指的是下方 日线级别的趋势线 还没有破位 然而出现反弹 但是反弹的时候呢 如果说量能 没有突破前面的量能 它是一个走弱 不破前面高点的风高须减 那么减了之后 那么对应的回射下来 那么对于北方系统的话呢 它一位置达到前低 第二呢 开线也是一个倒吹开线 倒吹开线的话 持有数量 持有数量的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个表达 还是比较弱势的一种表达 只是有资金在进城市 但是呢 进攻的姿态不强 好 但是呢 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依然是在下方的这样的日线级别的趋势线的一个维度 可能有的不同的朋友呢 就是对应的视角不同 它可能得到的观点不一样 例如说呢 如果说以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是一个破位 反抽 再回次 如果说把这两个位置来进行推演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刚刚破位 确认 但是咱们前面的一直以来是把前面低点 从11块5毛3以来 低点和低点相连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技术维度来讲 它尚有一线生机 只不过呢 接下来 看它量能不能起来 因为呢 在这样的调整当中 它的量能是次与缩减 次与缩减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气的消散 那么接下来呢 不是说要看它反弹 而是看它反弹 有没有明显的量能 反弹如果说没有明显的量能 那么呢 可以从24块7毛6以来 下跌反抽 再下跌 反抽 然后呢 补破前面的高点 量能也没有跟上 那么呢 可以呢 期待再一次回撤 依然考验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不破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还是有机会 有技术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可寻 如果说后面呢 再往下破位 那么呢 它们之间没有被持 那么呢 它会考验 会不会形成新的山脉 好 这是北方稀土 那么我们再来看五矿稀土 那么对于五矿稀土的话呢 它在周五的时间呢 也是一根倒锤开线 倒锤子开线 那么这样的开线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试探 同时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我们同样把前面低点和低点的相连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对应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其实当前它是处在哪 收在趋势线的一个位置附近 那么在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附近的话呢 对应的一个关系和北方稀土的话呢 其实是属于大通小益 此举数量人气消减 那么呢 回撤下来 在这个位置呢 记得非常清楚 偏离掌停之后 线上掌停之后 第二天冲高 冲高的话呢 明显偏离五矜 偏离五矜 当减之减 减了之后呢 回撤下来 那么在低停摆的位置呢 有资金抢筹 后面反弹三天 反弹三天的时候呢 量能 它盖过了下跌的量能 但是和前面上涨的量能相比 还是不足 而后的话呢 再一次走弱 走弱的话呢 那么当前 也是用趋势线这个位置呢 进行考量 如果说周一的时间 它能够稳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那么呢 依然可以期待的是 冲高 回撤再冲高 考验前面高点能不能达到 达不到前面高点 如果说反弹的时候 量能也没有明显的方大 这个方呢 跟谁比呢 跟前面这个位置相比 如果是后面反弹的量能 能够突破这个位置的量能 那么它完全有机会呢 摸一下前高的 如果说反弹对应的 来量能没有明显的跟上 那么反弹过之后 不排除再一次回撤 再一次考验 这样的趋势线 所以说呢 反弹如果说弱势 那么呢 逢高 浅 那么同时考验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趋势直征线 那么呢 即便 它 盘中跌破 只要说呢 最终快速的能输上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是有了 列头在这个位置 连续的调整两天 这个位置呢 出现明显的长下影 好 连续调整过程的 出现这样的一个私自心 它又变盘了一个迹象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属于 坚守这样的趋势线的位置 而后呢 出现这样的强力反弹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上面 好 那么 如果说对应的弱势主法什么呢 反抽一下 量能力起来 那么呢 该减之减 减了之后回落 破了这样的趋势直征线 那么破了之后呢 反抽就站不上了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一个转弱的 同时的话呢 我们再结合更高级别的 一个维度 也是咱们 之前呢 反复讲到的一个节点 我们呢 可以把它作为五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进行突破 那么大的平台突破过之后呢 当前对应的 依然是属于考验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所以说呢 对于五矿戏图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就属于 从近期 日线级别 它是属于在支撑线的位置进行徘徊 那么呢 五年平台的话呢 它在这样的一个请线位的位置进行徘徊 那么呢 对应的量能来讲的话呢 近期是持续数量的 那么怎么才能够挽救这样的个股 从技术表达来上面来讲 它迫切需要一根中央方量 否则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主法 我认为你要想让它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下跌 我觉得呢 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不是那么大呢 本身人家是有业绩作为支撑 其次的话呢 稀土这样的一个方向 既然说 不管是工薪部也好 还是前面讲到 稀土只卖出土的价格 没有卖出稀的价格 以及呢 稀土管理条例 它的一个适用性 它是很中长期的一个 对一个行业来讲 它的中长期的影响 但是股价的波动 它是什么呢 它是更多的体现到一种资金情绪等等 所以说呢 对于五矿企图这些购物呢 短期的一个应对视角 是什么呢 接下来 反弹 如果说量能不能跟上 那么呢 在13天均线的位置 附近 那么呢 当减则减 好 如果说呢 再一次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能够横得住 就是能够始终站在趋势线的上方 最终的话呢 什么时候量能起来 什么时候又会把握新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对待这样的方向呢 个人认为后面还是会有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眼下 毕竟大的环境不强 整体来讲呢 一定要让自己仓位可控 好 再次呢 像广升有势这样的个股 广升有势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从技术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也是 也是如此 因为它的盘子比较小 盘子比较小的话呢 涨的时候呢 很干脆 三天 两板 好 那么调整的上呢 调整的说也是 很干脆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对应的一个节奏点 从大的维度上面来讲的话 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多年以来 从101.37 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突破之后的回踩 同时的话呢 下方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作为依托 好 那么眼下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看周五的时间 它对应的也是一个 带有上影线的一定开线 连续的调整当中 出现这样的开线呢 它代表是有资金尝试 在进行试盘 但是进攻的力度还不够 所以说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我觉得 它也到了一个零基点 就是连续调整过之后 到了一个技术 条件下的反弹的一个零基点 但是反弹的时候 一定要看量能 量能能够 能够方大 那么呢 它能够有弱转强 量能如果不能方大 那么在前面 41到43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压力区间 在这个位置上方 这个缺口的位置 也可以视为小周期的压力 所以说呢 看它反弹的力度 力度弱 分高浅 力度强 那么呢 看看能不能对于整个系统方向 有这样的联动性 再一次的话呢 像交座万方 交座万方呢 其实在15败的时候给它讲到 讲到过之后呢 出现强势的四连板 那么它是属于稀土 驴 碳中和相提加的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 把握住了 前面连板的时候很爽 但是调整的时候呢 那么两天调整过 做周五的时间 低概高走 那么呢 有资金 其实在周五的时间 其实有明显的资金进攻 但是呢 最终 还是没有顶上去 那么对于交座万方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其实考察的一个 核心点是什么呢 依然是下方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下方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作为一个 自身作用的 但是呢 它毕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 四连板的一个冲高过之后 那么当前在这个位置呢 回次反抽 反抽的话呢 这样的个股 其实只要说 它短期不能新高 对应的 它就会再一次向下寻支撑 好 对应的方式的话呢 如果短期不能给新高 以减为主 如果给的新高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一个 相当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支方向里面的 龙头二波来看待 如果不能给新高的话呢 那么乡下再寻支撑 不过呢 像这类个股呢 它更多的 因为资金在 人气在 后面呢 会有反复 什么反复呢 例如说冲高过之后 可能会有回落 那么呢 如果说回不下来 它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反暴 或者半反暴的一个走法 这是 交流万方 对它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讲到这一点呢 最后咱们再总结一下 对于大盘的一个观点 要保持一个欣慰之心 当前的话呢 小阶段来讲 更多的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法 那么在下周的时间 甚至不排除震荡当中 可能会 在周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攻的需要 但是呢 反攻的话呢 也不要过于乐观 同时 真正的二次摊底 或者从结构上面来讲 那么呢 它调整下来 真的是震荡完走 震荡走完之后 如果再往下 它反而会在下地当中 晕阳息的机会 好 这是对于上中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稀土用词的话呢 那么我们 后面去观察和定中 但是呢 对应的一个策略 一定要提示着应对 就是呢 当前不管是 对于科技方向 还是对于碳中和方向 还是对于 稀土资源 有试方向 任何一个方向 都不应该 用自己 过重的筹码 过重的仓位 去读 大的环境呢 毕竟是当前还是属于 属于这样的一个弱势阶段 好 最后呢 再一次强调 修产点到的任何方向和个股 点评 仅作为个人的一种观察视角 不作为 投资依据 好 希望呢 你这样的一个分享 能够给它带来一定的 启发和帮助 好 再见 再见